請注意 此影片含粗俗用語 不適宜同及宜打破人事觀看 炒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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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影片絕非廣告 自費的屌理 話說我本來想去買化妝品 看看看到有東西吃了 有些東西又好像幾可愛 所以又吊了幾件回來 那就拍一集全韓國際的開箱 因為口面隻貓好可愛 所以我就買了它回來了 它聲稱自己可以作為咖啡的代替版 是一種沒有咖啡因 又有咖啡味的茶梨 是不是真的這麼神奇 一盒裡面有15條 每條可以沖到300-500毫升水 倒出來聞到的不是咖啡味 我覺得像麥茶味多一點 看一些買家評價 我去沖出來好冷像味色咖啡 樣子就真是好冷像 就這樣看都騙人 但事實是 這杯無論聞到還是喝到都只是好冷淡的麥茶 除了顏色之外 和咖啡什麼關係都沒有 是沒有加糖 作為即沖麥茶的話一點問題都沒有 完全不難喝 還可以用凍水蔥 不過如果說它可以代替咖啡的話 就擺明困狗人 要找所謂的減肥食品 韓國真的多到你買不完 他們出些代測還好多花款 今次我就買了兩瓶來試 這款是評價高一點的曲奇朱古力味 聽下去很穩陣 它瓶身有濃味和淡味的水味線 加清水下去熬均勻就是 熬出來還有些粒粒 好大機會是我的問題 這裏就不進去掃了 它的質地像好稠的朱古力奶 滑桶之後得來 中間有些很小粒沙的感覺 喝下去就不像朱古力味的耳麥飲品 不過它最突出的不是朱古力味 反而是我最痛恨的代糖味 一句講完 就是一杯小甜無辣 濃濃濃濃濃的代糖朱古力 如果不是代糖味的可能還能接受 不過就別搞我了 另外這瓶是新奇一點的番薯味 沖發跟剛剛的瓶一樣 倒出來的粒粒好像還多過剛剛那瓶 倒下去才知道 它們而且是沒味的番薯粒粒來 質地跟剛剛那瓶一樣的結 同樣都有那種混沙的感覺 但好像沒那麼嚴重 味一樣都是以蒙飲品 但有一般番薯味零食的假番薯味 雖然味不像真的 但其實我都不討厭這隻味 死定是它一天撕不掉那瓶代糖味 這瓶代糖味的確沒有剛剛那瓶那麼明顯 但還是不論用我了 之後這包英文說是啫喱來 不過它不是什麼生果味 反而是加上去好卡的谷良味來 一包裡面有六條 條條都有個紙盒仔裝著 摸上手好冷實實 一些啫喱的感覺都沒有 看出來一看就知道自己拆了 明明是條羊羹來 原來除了日文直液 羊羹還有個名叫wrapping jelly 這次真的不認紋盲都不行 小時候看漫畫的時候 經常都出現羊羹 搞到經常都想試一下 第一次吃就覺得它只是教不多好吃的高尼 自此之後就對羊羹完全沒有興趣了 這條東西的質地當然跟啫喱一點關係都沒有 按下去不曉蛋 這種咬下去一點彈性都沒有的質地 跟那些素食軟糖有點像 而且是弄到四四方方感 摸下去還要有來自紅豆粗粗粗的感覺 吃下去真的有點拆膠感覺 其他菊糧我就吃不出了 它只有一股很明顯的紅豆味 味道還很自然 雖然味道不錯 但是它跟很多傳統高點一樣都是偏甜的 幸好它甜得來不能代糖 慢慢摸喝多點水都應該KO得完 如果你有看魷魚遊戲的 那你應該知道碰糖是什麼 這包就是碰糖了 不過就一粒粒這樣 沒得給你玩咬咬咬咬 不要看影出來好像一大堆一樣 其實數一整包都只有這麼多 碰糖是硬糖的 做飯跟天使蛋糕上面的焦糖脆脆好似 所以味道都是差不多 這包紋落都有少少焦香味 但是放進去就只有很膚淺的糖味 吞了之後總是覺得怪怪的 查完才知道 裡面又是有代糖的 它本身有95%都是普通糖味 不知道它是為了這麼低醃量 還是想做甜點 就算這麼多糖 都要加幾%代糖的Fried下去 我不想再解釋我有多憎代糖味 好冷氣啊真是 差個少少而已 不加不行的嗎 這包還有代糖的話 我真是砍砍不攪的 是是包三色薯仔粒粒來 都是不算很大包 只有手板那麼大大 裡面有番薯、紫薯和薯仔 看包裝還以為很大顆 其實是這樣 我還以為它會好像 你穿的必頑鬆泡泡又脆泡泡的 誰知粒番薯一點都不鬆 咬下去還有點硬 紫薯的質地和番薯差無幾 只有薯仔咬下去沒有那麼硬 鬆一點點 不算質地的話 其實它們就味道很自然 吃下去真的有那隻薯仔本身的味 那些番薯粒吃起來更甜甜的 有鹽得來又不算重手 油得來又不算太過份 整體來說味道算是不錯 如果你牙力夠的 別來試一下我都不會阻你 咬薯仔咬到牙夠軟 吃軟的食物舒緩一下 我又怎會開白飯給你看 這包是綠茶味的泡飯 它不知用了拉鏈袋包裝 裡面還有一隻好實正的膠筋 雖然指示說可以就這樣拍 但是它們乾爭爭又硬滑 吃軟的好似加了麥茶味的米餅味 不鹹又不甜 我就覺得一般 都是給它靜靜靜靜靜靜 變身做泡飯 它可以圓袋吃 加熱水拉近4分鐘就可以了 包裝的照片明明是綠色的 為什麼我這盒是這樣的 汁水喝起來好像很淡很淡的麥茶 而這些粒粒就是浸淋了的飯焦 除了有浸淡很淡的麥茶味之外 還有一點這麼多飯焦的焦飯味 加上它沒什麼調味 感覺就好像舊時撩飯煲底的飯焦 加滾水吃 不小心滴了兩滴蜜茶下去 簡直是吃之無味 氣之可惜 整包東西我可以推薦的 只有這隻羹 不想再中伏 讓我開包穩陣一點 買韓國的 又怎麼少得這些海苔脆米果呢 基本上就是那些黏了脆粉漿的紫菜 開出來除了紫菜味還有一點這麼多油味 如果你有看對上iHub那集的話 它跟那集試的包好似 但就沒那麼重口味 紫菜的原味反而突出些 以脆波波零食來說 它算是很少鹹果炸米 脆米漿的部分很鬆泡泡 紫菜都好脆 咬起來鬆脆一點都不硬 雖然真的一點驚喜都沒有 但是肯定不方吃不完先啦 以同類產品來說 我覺得它都算幾好吃 如果你不介意去小行的話 不妨可以試一下啊 我特地留回我覺得最吸引的這包最後才開 平復重復的心情啊 你看條粟米多嫩開心 一定好好吃的 它這麼Q小包 一定是怕自己太好吃 怕你沒有自製能力一次過吃了 開出來這下 只有股油味沒有粟米味 不過都是過阿雲園來 等股油散了就行了 就行了 不要再浪費時間拍了 一句說完 又硬又不脆又沒有粟米味 除了面頭好看我甜甜的味粉之外 完全不知自己在吃什麼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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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